我扮演 你要知道 我扮演 不要說六千不論 說這樣太偉大 我們說真怕改辦 我的辦 我要參加二十人 我又沒在怕說醫療你給我報告 我也沒在怕 接受《鏡周刊》專訪 談到最熟悉的警察故事 侯友宜馬上切換成侯探長模式 舉手投足 充滿霸氣 也難得說起向來低調的泰作 直到有一天是看到 陳信心的SNE車以後 他去買菜 被人家罵一頓 蛤 你又心情買菜 你們公子第一頓要拚生死了 他才知道 哇 幾十年 你都這樣靠著在捏人 你回家說捏人 沒說什麼 就說人捏到這樣而已 他才也還知道說 那一幕是這麼危險 侯家風格界線分明 侯友宜在外出生入死 太太從不過問 但就連逛街 也不想跟侯友宜沾上邊 新北方那一段時間沒辦法 你來給我走走看看 他自己也不想再拚 他說拚你 是人看我 就不是他要看人 他變動物園 那何必呢 他一個人自己跑去看一看 多開心 那路邊吃東西也沒人理他 侯家人最活躍的 就是二哥侯明豐 現在全台跑透透 幫侯友宜助攻 從來沒有幫忙 撫選的泰作 或是兩個寶貝女兒 會不會在選戰最後關頭 也出來幫忙侯友宜 選舉要幫忙那是變成說家人情義相挺 這個出負責我都尊重 我覺得那些都尊重 他也要尊重 孩子更要尊重他 人生是他自己的 我不要幫他決定他人生 侯友宜就連女兒的家庭聯絡簽 都沒有簽過 簽過點肉布 不簽的 簽了幹嘛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更好嗎 一樣我送給我女兒最好的禮物 是因為爸爸都不藏在家 所以你什麼事都你要自己決定 槍口下討生活 侯友宜習慣在危機中生存 為了不挨餓 侯友宜會隨身攜帶水煮蛋 甚至透露自己因此很會憋尿 生氣就不怕怕就怕 你愛一堆人背你不去生死 你要用你的洗面子 他才要用你的洗面子 靜新聞 綜合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